台湾学术界将建置第一台 同时具有高阶I尺度量测 即百万分之一微量元素量测能力的 原子针间断层影像仪 纵深解析度可达2I 测向解析度可达4I 微量元素化学成分解析度可达百万分之一等级 原子针间断层影像仪可检测不同材料领域 半导体领域应用于记忆体 其式场效电晶体 二维材料量子电脑化合物材料 可清楚观测原子在奈米尺度下的三维度立体分布状况 可解决三奈米下制成材料严正 下世代节能减碳材料检测及A世代检测等研究 金属领域可应用于高伤合金 镁铝合金钛合金碳钢钢等 其他领域应用如永续能源材料 生衣领域及复合材料 近年来全球原子针间断层影像仪建制 及论文发表数快速增加 显示出其重要性与日剧增 原子针间断层影像仪基本原理 是在超高真空依负石托压力 及20K绝对温度环境下 将试片制备成半径50奈米大小的针间试片 针对不同材料可选择电压或镭射激发模式 让针间的原子经激发后产生游离飞向侦测器 在连续高频的脉冲下 表面原子将一个接一个 一层接一层被厂蒸发游离 之后再进行数据重构 就能够得到三维度立体影像 感谢国科会自然处及国家实验研究院 共同出资建制原子针间断层影像仪 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 国立台湾大学 国立清华大学及国立阳明交通大学 共同开发相关分析技术及平台 期待此平台提供台湾学术及产业界更多合作 在材料制成结构性能上发展新的想法与应用